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卡 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要幫大家帶來全新改版的卡片資訊喔 好 那這個改版叫做 魔法格沙羅耶 喔 我不知道怎麼唸這個耶 好 那大家是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即將來到19.5版本了喔 那到時候會有非常多的新卡片 會加入神魔之塔的世界 那其中這個我想應該就是大獎了 不過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它頭上這個看似是帽子的東西 感覺像是眼球 有沒有讓大家想起宇宙序章的眼球了 所以不知道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眼球的造型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大獎的感覺啦 不過是妹子應該就是蠻香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釋出的三張小獎資訊喔 那這一次的改版主要走一個不同種族的路線喔 所以並沒有說是特別加強的那個種族 那有釋出三個小獎的一個部分 然後它說這三個小獎呢 應該是十抽的小獎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中的技能 喔 這是妖精 它的技能我覺得是偏廢的喔 它是兩回合內目鼠 以及妖精的攻擊力1.8倍 但如果說你的所有成員 恢復力機質相同的話 會有額外加4秒轉足 以及可以無視電擊 那並且擊斃敵人的時候不會扣除這個技能持續效果 那我們先談到這個恢復力機質相同的情況 目前只有兩種比較有可能會發生 第一個就是在三藏圍所有隊伍內 就是有內建這個隊伍技能 第二個就純妖精的潘朵拉隊伍 那潘朵拉本身隊伍技能是所有回復力會跟隨回復力最高的喔 並且只有純妖精才可以觸發 那另外一個是果圓精靈 可是那個系列就比較沒什麼人用了 就不提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張新的小獎應該是潘朵拉的專武 但是它這個持續的加4秒轉足跟無視電擊 這個東西呢 是要建立在你必須要擊斃敵人才可以持續效果 所以潘朵拉現在也打不太動敵人了 所以這樣子一直擊斃敵人的情況 應該是在潘朵拉隊伍裡面比較少見的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可能要跟之後的隊伍去做一個搭配吧 不然目前看起來是比較沒有用的一張小獎 好 那來到下一張 下一張是我覺得這一次算大獎吧 算是小獎中的比較有用的一個大獎的等級 它是水魔 然後它可以引爆 最重要是它可以所受傷害減至100 那這個下面寫說疊血圖刀拉或一擊必殺 這些都是可以直接把它傷害變成100的 所以這種扣血100% 我還沒實測 但依到這個文字敘述應該是可以直接擋下這個扣血100%的 那就會成為真的很有用的一張小獎 然後再來的話 請霞 這張卡片是CD6光神 任意排珠 然後並且消除屬性浮石的時候 它自己以諾跟這個新的石獸系列 還有八千系列以50% 攻擊力追打相對應的屬性一次喔 它這邊寫的是相對應屬性 所以不是一個角色可以追打其他無屬的屬性 那就比較沒用了 因為現在可能一張卡片如果能夠追打五種屬性的話 那對於這個解五屬同級盾是比較有用的 但它這個是那個角色什麼屬性就追打那個角色的攻擊力一次喔 所以算是1.5倍的增傷而已 那這個就比較偏沒用了 所以這次從小獎看起來是比較沒有亮點的 那希望這個大獎可以做得好一點喔 這個是自家的改版系列 這邊有一個隊伍技能 他自己對於妖跟魔攻擊而兩倍 那這就沒什麼用了 只有他自己不是自能隊 所以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三張小獎 跟大家做個介紹 但今天比較重要的資訊還是在於 即將有新的自家系列了 那這個大獎 希望就是可以卡面箱、技能也箱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一下你的訂閱按鈕 一起關鍵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媒體內容 我是昂凱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